嗨 大家好 我是梁靖佳 我小時候會住在新城市廣場樓上 它對我的感覺很熟悉 進去中央公園 走完之後我覺得有很多東西都改變了 這裡有一大片綠色的草地 我小時候會來這裡野餐 一直玩到五六點 然後就回家 好像剛才我們去的小朋友玩的地方 我小時候去的時候是沙地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沒有沙的地方 我想是人情味 每一個角落我都會很有回憶 藍廁也好各樣 是一個很細微的地方 我對它都有一個熟悉的感情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間青年會書院 即是我中學的母校 稍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讀書時候有趣的事 我去到中央 我認識到一班很好的同學 有人做了護士 有人做了工程師 有人回到學校 這裡做了老師 大家都是不同的工作 但我們都會經常約出來一起聚會 我的私底在練球 還有我發覺現在 我讀書的時候 打籃球的同學是這樣的 現在的私底打籃球的同學是這樣的 中二或者甚至中三 一段時間是一個人的反叛的時候 在課室裡面會喜歡搞破壞 上課的時候喜歡睡覺 可能會把學校的課室門拆掉 當然要自己承擔的後果 就是被老師罵 另外就是要我們同學們 要夾錢配裝修費 成績當然重要 但是成績不好 也不是代表沒有出路 我就參加了二十期的藝員訓練班 因為這個戲 我是一個喜歡做菠蘿包的律師 第一次收到有關於 原來我喜歡做麵包的劇本 我是煮電梯 煮電梯當然要吃菠蘿包 我會去看書 站定定在一間麵包店 你可以看到整個製作的過程 我想這件事是我 因為我演戲 所以又將一個新的興趣 去帶刀給我 我家裏是一個自由度比較高的地方 我媽媽從小到大都跟我說 你選了 你要自己承擔你的後果 無論是好還是不好 可以還是不行 後果就是可能 你連自己都未必照顧到自己 幸好的是當時還小 剛剛讀完書 就去踏入這個行業 或者對於入了社會一段時間的人 可能那個人工是不夠的 亦都是一樣 我又不是一個很多出去吃飯的人 又不是很多應酬的人 我想工資上面 不是一個首要的條件 是要我去轉工 我做演員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喜歡做演員 有很多人都做不到 人工雖然是少一些 但起碼有人給人工 去做一些你喜歡做的東西 我覺得我賺了 剛才我感受到一件事 就是學校好了很多 是因為除了著重各位的成績之外 各位的放外活動都很重要 我看到有一個影院在這裡 所以我看到今天放假 也有很多同學回來打球 做各樣球類活動 所以回想起以前 如果你沒有精彩過 我覺得是人生的一個遺憾 好好享受你的讀書時間 加油 加油